大家好,我是舒哥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奉布百合大楼旁边的灭匠街 其实是老年人习惯成它为灭匠街 年轻人都叫它小市街 也就是老百合大楼的小市街 今天晚上我就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 春节期间疫情严重的时候,这边是关闭的 这是一个小名疫情的意思吗? 我在我的前面看到我,是用手机拍摄的 在八十年代前,这条街灭匠街 街上主要是经营着竹子笔 经常有周边隆重的客户来着购买出席 其实这条灭匠街,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入口处的这个实备上介绍 清朝宣统年间陆续就由灭匠来经营生产 形成了足气一条街,称兴盛一石 所以呢,人们多以灭匠街称之 后来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灭制品 昨天被取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灭匠街 昨天就演变成了传统的小池街 其实以前这条街小池很多 但是啊,卫生环境不差 地上不是油污,就是垃圾 后来呢,经过市里的几次改造 现在啊,赶紧多了 统一了这个门头 地面,都重新走出的 应该是受疫情的影响 现在的人好像没有以前的多 以前这里面人特多 好多外地和本地的朋友 都喜欢来这边吃点东西 不过我是很爽的 我几乎天天走着旁边走 但是很少进来 我感觉全国各地的小吃都差不多 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吃到其他地方的 这些什么特殊小吃啊 什么臭豆腐啊,都是这些东西 这是一家包天下 这是奔布的本土品牌 几年前还比较红 现在好像超太强了 这个是天拉拉 也是奔布的本土品牌 最近两年好像比较红 好像主要卖奶茶,甜品类的 听说加盟一个店好几十万 今天的大楼小吃街就看到这里吧 谢谢收看,再见